天才 万分震惊 一个眼神打败了唐三 绿小刚都看不出我的等级 小五看到我 美目瞪得大大的 被我的英俊气质所吸引 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就在这时 突然听到了随机牵到任务的声音 随机牵到任务开启 轻一下小五 就可以获得十万年魂缓 我觉得狗系统真的非常有趣 于是我们来到了楼上 然而 当我们刚刚坐下 那之前挑衅的学生 带着几个同学走了过来 嚣张地指责我们占了他们的位置 小五气得快要冒烟了 准备动手 但我却把他拉了回来 我拿出一个魂金币弹了出去 直接击中那学生的脸 那学生一阵惨叫 倒退了几步 脸上直接印了惊魂币的字 一阵红肿 臂旁走来一个老师 要求几位同学立刻下楼 那学生被我的气势吓到 便转变态度 邀请我们选餐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用餐 就在这时 洛同学走了过来 嘲笑我和小五 却没想到我一下子就把他打中了脸 更被我装了一点逼 气得他走到楼梯前 想着这破楼梯 我怎么可能会摔下去 但下一刻他脚下一滑 感觉被什么办了一下 便尖叫着向着楼下滚去 一阵惨叫后 啊 你真是太酷了 小五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 你就像是那些小说里的英雄一样 勇敢又帅气 没错 你真是我们宿舍的大英雄 王胜和其他舍友一致高呼 我轻烈地扫了落叶 冷笑着说这点小伎俩都算不了什么 我们还是先点餐吧 小五你看起来饿坏了 我们开始点餐 我抬手一吸 将不远处的惊魂壁给吸到手上 周围的人都震惊了 我要吃烧鸭 小五看到烧鸭是口水直流 立刻点了起来 好啊 这次我请客 我慷慨地说道 一旁的服务员走过来帮我们点菜 食堂门口 唐三与六号宿舍的同学走了进来 玉小刚也走了过来 小五盯着被服务员端上来的香喷喷的烧鸭 差点流口水了 直接撕了一个鸭腿吃起来 唐三的舍友好奇地问道 你认识大师 嗯 他是我的老师 唐三回答 哈哈 你的老师 他可是个吃白食的家伙 落笑嘻嘻地说道 周围的人也跟着嘲笑唐三 听说了吗 那位大师已经快五十岁了 但还没有突破成大魂师 五魂等级只有二十九级 他的天赋和实力 似乎都无法再进一步提升 注定只能在这个境界徘徊一声 摄友巧声传话 这是他的极限吗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失败者 唐三心中不屑 但他并不知道 这位大师的境遇和自己的秘密 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他听到唐三的摄友 妄自评价他时 他的怒火燃起 生气地离开了 唐三来到了玉小刚的住处 他眉头紧锁 似乎有着难以七尺的苦恼 玉小刚热情地招待他 但唐三却只喝了一口水 就开始讲述 发生在他身上的 惊心动魄的故事 唐三告诉玉小刚 他曾遇到一个同龄天才 这个天才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他跪地求饶 唐三感到自己的实力相形见处 开始怀疑自己 但这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 当他们见到那个 让唐三跪地求饶的天才时 玉小刚对我的实力感到惊讶 他无法判断我的等级